同样也是火灾现场,我们镜头转到南美洲,最近热浪来袭,智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山火,熊熊烈焰吞噬了大片的树林,消防员努力洒水,仍然无法阻挡火势蔓延,居民见到化为灰烬的家园,欲哭无泪,智利最近爆发大规模的森林野火,加上热浪来袭,火势迅速蔓延,已经吞噬了大约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, 相当是10个台北市的面积,摧毁了超过800间的住家,并且造成24人死亡,上千人受伤,智利政府发布紧急状态,还向国际球员,包含阿根廷,西班牙等国家,都已经派人到当地协助对抗灵活。 请不吝点赞ー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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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